五七天報帶來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好我們今天討論兩個方向 第一個是美國股市再度刷新 歷史新高 在昨天晚上 包括美國公佈了一連串的經濟數據 可是市場的焦點都在美國的國會 那第一個是美國眾議院 在昨天用219票對206票 通過了整個川普的一個 新年度的預算計畫 那同時通過了一個便捷的方案 基本上使得整個川普的稅改 非常有大機率的可能性 來進行通過 所以第一個稅改的發展 屬第一槍走得非常非常順利 那另外就是參議院用65票比32票 補齊了FED的中央理事奎爾斯 那奎爾斯當然對於整個金融的鬆綁 跟監力 將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一個是川普的稅改 一個是整個在FED 對於金融鬆綁的一個角色 在這邊奎爾斯正式過關之後 可能有關鍵性的轉折 好 另外我們昨天特別針對 諾貝爾的這個生物醫學獎 進行一個討論 那今天我們走下一個更難的一個題目 就是諾貝爾的物理學獎 特別這個重力波的發酵 可能給全球的物理跟天文學 帶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轉折 所以怎麼做觀察 我們今天請到三位來賓 好 第二位請到的是我們物理專家 台大哲學系教授 怨吉正 怨老師 因為這物理問題基本上已經碰到神學 可能需要點哲學家來解釋 好 第二位我們請教的是 資生台記者丁萬明 好 第三位請到我們的知名主持人 大K 曾煥文 五七金錢報 帶你瞭解金錢背後的故事